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他不会打算竞逐第二个任期 这个将会使到他成为法国多年来 首名决定不会竞选年任的总统 奥朗德星期四在电视直播的演说当中宣布有关决定 他说未能获得足够支持去赢得第二个任期 奥朗德说他知道继续目前的路线走下去的话 将不能获得足够支持所以他决定不会成为总统候选一 奥朗德的宣布终止了过去几个星期的猜测 之前外界怀疑在目前社会党支持率低迷的情况之下 奥朗德是否会冒着失败的风险连任竞选 在奥朗德宣布这个决定之前几天 现任总理雅尔斯说他已经准备参与明年一月举行的社会党党内初选 自从奥朗德的2012年执政之后 他在法国国内的支持度很快就下跌 民意调查显示 大多数法国选民不愿意奥朗德继续执政 奥朗德获得的民意满意支持度 更加是法国历届总统当中最低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